你见过既死又活的猫吗? 这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, 而是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。 最近,科学家们首次拍摄到了单个原子波包, 这可以被视为对薛定谔的猫的真实写照。 这里是快看宇宙第169期, 让我们观星和璀璨,探宇宙奥秘。 这项研究发表在著名科学期刊上, 它利用一种名为量子气体显微镜的仪器, 成功捕捉到了单个锂原子在不同时间点时的波函数。 这意味着,我们不仅看到了原子以粒子形式存在, 更重要的是,我们看到了它像波一样扩展的幽灵状态。 早在1924年,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伊就提出, 电子可以同时表现出波粒二相性。 而薛定谔方程则可以预测粒子如何变成波, 以及它们在波状态下会如何运动。 这项新研究则为这些理论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。 研究人员利用激光将锂原子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, 并将其固定在特定的位置。 然后,用量子气体显微镜拍摄了这些原子的快照。 由于原子处于波函数状态, 它们在不同时间点的位置会略微不同, 因此,通过连续拍摄, 研究人员能够观察到这些原子像波一样扩展移动。 这项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量子力学更直观的图像, 更重要的是, 它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研究极端条件下物质状态的大门。 例如,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黑洞内部 或宇宙大爆炸后的极早期宇宙环境, 从而揭开宇宙的更多奥秘。 这项研究也为量子计算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。 通过更好的理解和控制单个原子的波函数, 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强大的量子计算机, 从而在许多领域取得突破, 例如药物研发、材料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等。 这仅仅是量子力学领域取得的最新突破之一, 未来还将有更多令人惊叹的发现, 等着我们去探索。